洛杉矶公共事务部门日前在盛盖博举办了一场废机油以及绿油器回收活动 许多的社区民众都到场参加 由于废汽车机油含有重金属毒素 更换时若是没有妥善的处理 将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 一加轮的废机油将可能污染一百万加轮的饮用水 足以提供五十个人使用一整年 除此之外换下的汽车绿油器 通常还留有一些机油必须一起回收 而这些绿油器能够再利用制成新的产品 主办单位不断的宣传 期望能够唤起大众的注意 提醒观众朋友回收废机油的时候 一定要将绿油器与废机油分别的放在密封的塑胶带 以及容器中封好 避免雨水、汽油、汽车抗动剂、溶剂或是其他的物质混合 错过这次的观众朋友 请至网站了解二月份的回收活动讯息 随手做环保就地球